愛上跟難過其實十分密切的 原來是我的 現在不見了 原來我很珍貴的 現在被偷掉了 原來這個機會是我的 結果被人家墻 占掉了 那這樣我當然會愛上 你看我們幾個人在爭一個職位的時候 得到的人很高興 得不到的人他就很愛上 我們難過難過到最後忍不住他就會愛上 所以他有很密切的關係 照照鏡子看到自己一年比一年老 你就愛上了 然後親人去世當然愛上 還有人喜歡養狗 那狗死了他也愛上 我不反對養狗 但是我認為你要看自己的條件 你如果在郊外 你養狗不妨礙別人 你如果自己有別墅 你養狗對別人不影響 可是你住公寓 你在那裡養狗 左右鄰居就不得安寧了 這樣就對了 這合理不合理是個度的問題 你有本事養狗 你就要住到郊外去 你有本事養狗 你就弄個別墅 你不能說我住在公寓 我就是養狗 那左右鄰居都是討厭的 尤其我發現住一個小小的公寓 養了七八條狗 那到底是狗窩還是人住的 我真的很懷疑這些事情 養狗要有養狗的品德 當你遛狗出去的時候看到人 你就要把他拉著 我們不是 我們遛狗的時候 有人你放鬆看看 你怕不怕 這樣你才知道我們不會去罵狗 我們都罵主人 走滾最厲害 當一隻狗來的時候你罵主人 你不會去罵狗 因為你罵狗沒有用 但是主人不對的 主人看到有人的 要把狗拉回來 而不是試試看你擋量有多大 那不可以 你看美國人他養狗啊 他一定有墊篱笆 他不是篱笆 因為篱笆很難看 所以他一定有墊篱笆 墊篱笆就是無形的 看不見了 當狗跑到哪裡之後 他會出到墊 他會跑回來 所以他是很安全的 你看不到有篱笆 但是狗他跑不出來 養狗的人不可以讓狗去騷擾別人 你沒有這個權利 養狗的人遛狗的時候 狗所有大便你都要撿回家去 你怎麼可以留在哪裡 你沒有公德心 我們有很多配套 根本搞不清楚就開始在養狗了 這是不好的險象 我們寵物過世 如果比人過世還隆重的話 那人家有什麼感覺 那就表示你上輩子是狗 要不然怎麼跟狗有這麼親密的感覺 還有 預料之外的災難 你會很愛傷 空難 你看一個飛機掉下來 死了幾百個人 那幾百個人 家的人 那當然哭哭啼啼 地震 你看一顆地震 我不曉得各位看過真正的地震沒有 真正地震一座山會裂開來 然後再合起來 再裂開來 它會搖擺好幾次 只是你很難的看到而已 那個樹木倒了又站起來 少了又站起來 那是很強烈的 會把整座山翻過來 草皮通通壓到裡面去 海哨 我希望各位了解 山 水 一方面很可愛 一方面非常可怕 登山也可怕 到海邊去 也很可怕 它是無情的 它是說變就變的 不管是有意的還是意外的 傷亡都會使人難過愛傷 清油不慎上身 或者突然間不見了 你會很哀傷 還有呢 你捨不得的事情發生了 你懊惱的事情 你憤怒的事情 你痛恨的事情 你累疚的事情 都會讓你難過哀傷 你看最近有人去旅遊死了 親油去的 講一句什麼話 老天爺 我必須要說明 中國人跟老天爺是有很親密的感情 一點不迷信 老天不是迷信的對象 因為他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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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親密的感情 我會不會 睜壁